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MATS学院 一起和我学习HBASE技术课程 那么上一期课呢,我们讲到了HBASE它的一些表设计 比如说宽表 它使用什么场景比较合适 比如说高表 它在什么场景使用比较合适 那么通过这期课的学习呢 大家对这个高表、宽表有个技术的了解 那这钱是不够的 我们在学HBASE的时候 大家都说RowK是一个设计的重点 RowK设计好与坏 实际决定的系统效率是慢还是快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RowK的设计 我们分两种不同的场景 我们来看PPT 我们的第一种场景是 随机查询RowK设计的设计 第二种场景是连续查询的RowK设计 这两种查询的场景不一样 但是呢,这个在实际工作中 一直是这个紧密结合 那什么叫随机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来通过图 来画一下 比如说我们前面是一个搜索引擎 我们这边是一个搜索引擎 比如说我搜索HBASE这个关键字 那在搜索引擎里面是不是有N多条那样记录啊 比如说我们百度 你搜索HBASE 它是不是有这么多条记录啊 那这个记录 我点开 这个条记录的详细信息 那它是不是根据这个有个ID 去把这个文件给拿出来呀 那这里面一定有什么 比方说有个ID 一个标题 一个标题 这边还有什么时间呢 等等 但是呢 这个ID标题呢 一定是有的 那我如果说点这个标题的时候呢 我是不是要根据这个ID去查询 这个标题对应的详细的内容是什么 对不对 那这呢 后面的数据存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存在这里面 比如说这时候存在 存到这个HBASE里面来 这也就是谷歌当时做 BigTable时候 它的一些思想 对吧 好 这个时候 我通过这个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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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在HBASE里面取消记录出来了 对吧 那我通过这个 我想看这个标题 我通过这个ID 从里面取消信息出来 我想看这个标题 我通过这个ID 从HBASE里面 取这个信息过来了 那这个呢 就是 我们说的这种随机 随机 它没有信息可言 用户呢 随机去点 去用 那这个呢 就是HBASE这个 这个随机 那好 那我们这个原理 我们理解了 那这个实际中呢 怎么怎么去用它呢 怎么去做呢 我们这时候再来就看 那我们看一下 先看一下随机查询特点 它不需要连续查询一段实际范围内的数据 这个你如果说 我像比方说我查询这个 1号到2号 这个数据 那你这个随机查询是不支持 或者说并不是不支持 是说它的效率并不高 效率不高 这是 随机查询一个特点 那第二个特点呢 是一般呢 它不需要SKIN的方式查询 那SKIN 一般是批量 差于批对吧 它是满足条件的记录 那这时候呢 我们如果说 从随机查询的跨量呢 那么这个SKIN方式 一般我们不推荐去使用 因为使用的话 它会查很多这个Raging 它数据有分布 在不同的Raging上 这它的一些特点 那表的要求是什么呢 比方创造表的时候呢 这个表的快 就block block size 一定要小 小说明意义是什么呢 你这个block size 当小的时候 它这个索引量就多 如果说你的block size很大 对吧 那它的索引就小 那如果说你block size越小 它索引就越多 这就是这些locate设置的一些特点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细化到这张图上面来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是一个HP这个总的 我后面肯定是不是很多这个Raging server 我们 是不是很多Raging server 我这个Raging server 这个Raging server 这个Raging server 那其实 我们真正的查询应该是这样查询 对不对 我这个ID 我就这个Raging server去查 我这个ID 我肯定去这个Raging server去查 我这个ID 我肯定去这个Raging server去查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我Raging server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这个整个系统的这个并发量 是不是提高了 对吧 那这也就是我们希望把数据 能做到每一个Raging server上去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的数据 我查你这个条件数据 它都集中在这个Raging server上来 那么你想想看 我本身有三个Raging server 对吧 我的所有的查询请求 都落到这个Raging server上来了过后 这两个是我就 不提供服务了 本身 我是37 并发提供服务 现在好 你就一直开始提供服务了 那这样的话 就违背了HPS设计的初衷了 对吧 那我们目的是 能够把这个Rawkey 均匀分布了 这三个Raging server上来 那么 一般情况下 怎么去做 能够让这个 数据均匀分布的这个Raging server上来呢 那我们一般也使用这种设计方式 我们可以看一下 Hash散例 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们随机Hash一个时间戳 对吧 那么这个 Num of Raging server 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这边 有三个Raging server 有三个Raging server 那这个数字呢 它就是3 这就是3 这是它的前缀 前缀 那后面你随便去跟了 所以后面随便去跟了 这边我随便也写了一个 比方说你后面跟你说用挖地 跟这个什么 呃 这个 比方说用挖地跟这种ID 我都可以 对吧 那我们基于这个 前缀 做Raging的分区 那比如说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的一条数据 会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0123 这样写进来 对吧 我012012这样写 那这样的话 我每次这样做的话 我这后面是3 我这样做的话 我这个数据数据 是不是这样 均匀地分布到这个Raging上来了 对吧 均匀分布到这个Raging上来了过后 那是不是就能 就是达到我们这种 随机 随机散烈的目的了 大家看这个是一定要能理解 我这后面这个值是3 我3个Raging收 对吧 那我这个 不管怎么变 我这个前缀 它是不是只有这个012 这样的一个值了 那比如说 我设三个分区 那是不是就这样了 那你有些说 那我设成这个9个分区可不可以 那可以 你后面把 你又比如说 你9才Raging收 你看9就可以了 对吧 012345678 9变0了 10变成1了 变成这个1了 对吧 这样一直循环 这是我们一种方式之一 一种方式之一 那第二种方式呢 那有些人说 我不想搞这个 我可能认为生活会变化的 我不想搞这种方式 那我们提供另外一种方式 随机化 就是说我把你这个 我把你这个Raging收获 这个当前时间点 MD5一下 变成我的Rookie 这个时候 我这个Rookie 它就随机放 可能这个放 这放两个数据 这放两个数据 这放一个数据 这不放 这种方式 就是随机化 看到没有 它是 它是随机 随机分到一组Raging server上 那这种方式呢 也适合 对着我们这个 Rookie的这种 分散放 分散放 但是呢 同理 它也不适合 不适合去 做这种 顺序查询 比如说这三个数据 三条数据 我们是有一致性的 本身我可以通过这一块 里面就可以查出来了 对吧 现在我去扫描 两台不同Raging server中的 不同的块 那么这个无形中呢 就降低了这样的一个速度 降低这样的速度 那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 这个Rookie的设计方式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一些这个 思路 那最终呢 还是希望大家 能够去理解这种思路 把这种思路呢 转换成我们这种 最终的这个代码 在我们这个设计工作中呢 把这种思路用起来 其实呢 会多想想看 这个方式也是很简单 随机查询 我不需要scan 把我的数据 均匀的分散到 不同的Raging server上 那么 不仅仅有这两种方式 还有更多种方式 大家可以去 开脑袋去思考一下 那这个 总之来说 思路是一致的 你要要求把这个 所有的这个Raging 充分利用起来 把这个ID 落到不同的Raging server上去 这个是 它总的设计的初衷 那你可以 可以有不同种的方式 你这中间 你可以 在你做Rawket的时候呢 你可以有不同种方式 来达到这种要求 但是我们重点 要去立起这样的一个思路 要立起这样的一个思路 好的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 这一节课呢 理论知识很重要 我们更希望大家能理解这幅图 理解这三个Raging server 怎么去工作的 你能理解这张思路过后呢 你就能够把这个Rawket 给设计好 Rawket给设计好 好 那么这个课我们先到这里 大家呢 客户呢 仔细考虑考虑一下 这个 随机 Rawket怎么去设计 那么下一节课呢 我们讲连续Rawket 它怎么去设计 好 那么这节课呢 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